这里有种类繁多的生蒙海鲜 这里有独居特色的游玩体验 昔日小渔村 今日打卡地 今天请跟随我们一同走进 海南三亚马里村 三亚 著名的旅游城市之一 优越的生态自然环境 给当地人以无群馈赠 下边的生态 这个叫老鲁 不能拿手 碰有毒的 老鲁 那个刺 这叫老鲁 它感觉到遇到危险了 所以它把刺伤起来了 对对对对 保护自己 那个是扎到你的 最少要去掉了根了 这个要抽筋了 那你就那么抓 你不看吗 我看 习惯了 和平华 瑜伽乐经营者 对他来说 每天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就是采买新鲜食材 和食材要新鲜 对 不新鲜 吃的口感就不一样了 对 和平华介绍说 三亚海域 鱼的种类有上千种 虾类 蟹类有三百多种 软体动物七百多种 这些丰富的海产 为他们的瑜伽乐 提供了诸多食材 我们今天手钓的小食单 所以我们的当地常会有 到处都看不到的 啊 小心那个 二十八鱼 啊 这都是海酿上来的 对对对 因为现在是地鱼漆 对 这是我们本地的青蟹 啊 这是青蟹啊 青蟹 我能随备拿吗 阿丽切 你帮我扫兴 然后夹到鱼后放手了 啊 啊 啊 这好酷 哇 特别深嘛 这个叫采梅 苏梅 它就定 啊 那个吃是蓝色的 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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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用难力的抓它 轻轻 你一用力它就反抗了 啊 啊 要轻轻的 果然 不要用力去抓它 顺势而来 还有龙虾 还有三眼蟹 皮皮皮虾这些 我的客人经常都是皮皮虾 拿来浇原 啊 对 近年来 在三亚发展乡村游 建设美丽乡村的大背景下 和平华所在的马领社区 依托生态环境 民俗人文等特色资源 由昔日不起眼的小渔村 蛻变成被众多游客 推捧的旅游打卡地 作为地道的马领人 和平华可以说是见证了 马领村蛻变的全过程 村子变漂亮 游客也多 还有以前我们这边的年轻的 都在外面工作 现在都回来 全部回来 上班这边了 而对于自家餐馆的经营 和平华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客人由原来的本地人 变为游客居多 食材上除了生蒙海鲜 家乡的一些特色食材 也成为众多游客推崇的 当同菜品 你看啊 小河把我领到了这么一个 荒郊野岭的地方 他是因为要带我找一样 特殊的食材 是什么呢 宣言掌 什么 宣言掌 我们要找仙人掌 对 仙人掌是我们这边 特殊的一种食材 仙人掌一般都长在什么地方 就是长在这些 在靠近海边的这边 这都是吗 对啊 这些就是仙人掌 根本不用寻找 刚走进树林 遍地都是 是啊 遍地都是 遍地都是啊 你快看 这不全是仙人掌吗 这样 好多好多 里边还有好多 海边广阔的沙滩 为仙人掌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马陵海边野生的仙人掌 汲取了海沙里的水分 它的筋肉柔嫩多汁 一直是当地人餐桌上的特色美食 咱们要用来露菜的仙人掌 得要什么样的才好 就要这个 白白嫩嫩的 这个 这个比较嫩 就是阳光透过来之后 看起来是嫩绿色的 对 这些是老的 这些嫩的 这刚长出来的 很容易分辨 很容易分辨 嗯 这个手要 往这里没有刺的地方扎 啊 捏住 要捏住没有刺的地方 对对对 有些就扎手 那些小刺 啊 啊 从根上 对 一切 哦哦哦 看 要轻轻地往篮子里面放 啊 跟剪出来一个大耳朵似的 是吧 这种最好 如果我们把它切割掉了之后 它还会再长吗 会的 看 小河啊 我们通常都会拿仙人长做什么吃啊 这是拿来炒啊 煮汤 我们村里人可以拿来铺山口 摔椒的地方可以铺山口都可以 哦 哦 煎人长有消炎的作用 对 可以铺面膜也可以 哈哈哈哈 还能拿来做面膜 对 哦 用途较多的仙人长 在入菜前 必须经过严格的处理 怎么处理 这么弄 这个 丁的 知道了 把这些刺全部去掉 对 哎呀它里面这个枝叶很黏啊 黏对啊 来的游客 点这道菜的多吗 多啊 啊 所以客人问我说我们这边的特色菜 我就给他推荐这个这道菜 啊 这道菜的确很新鸣哦 我才可能很多游客他都会喜欢 走走走走走 仙人长经过认真去刺后 均匀切丝 焯水去除色味 再用清水洗掉粘液就可以入锅爆炒 咸人长口感爽滑中透着清烈 是酷鼠中令人食指大动的力气 更是最具马领特色的爽口味道 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粘粘的感觉 何平华介绍说 这两年餐馆客源至少增加百分之三十 每个月都能有两三万元的纯收益 在家门口做生意 又有钱赚 又可以跟家人陪伴在一起 很幸福又快乐 占地面积只有两平方公里的马领社区 位于海南三亚的西部 与旅游圣地天涯海角近在咫尺 独特的地理位置与良好的生态环境 为美丽乡村的打造提供了先决条件 2016年小亚斯天涯市就把我们马领订回 美丽山村天涯手镇来打造 2017年我们就引进了国销神 来打造山村旅游 现在都变化得很好 好多鸡鸣都会来算业 18年的时候他们就有 年收入又有了三万块钱左右了 现在到2020年就有 将近五万了 那收入还是变化挺大的 变化挺大的 还要继续继续地增长 还得持续增长之后 太好了 良好的旅游态势为马领人带来许多就业机会 我看您这个摊位上卖的都是咱们当地这些海螺是吧 贵品 这个摊子是乡村旅游之后搞起来的 对啊 之前都在这些美丽干 开放以后以后就结果 比富富好一起来了 比美丽干的还要好多嘛 来马领社区游玩 我建议大家不妨租赁一辆这样的小电兵车 而这里小潘就是租赁点的老板 是不是 就你这都有什么车 我看有这种车 这种是那个能带司机然后80块钱一个小型 那种的话是一天60块钱一天 就是让客人方便 然后出行啊自由一点 对对对 有这个电瓶车代步就可以省好多力气 对对对 一直在外务工的潘德能 正是因为看到家乡乡村旅游的发展潜力 决定回村搞起了电瓶车租赁 每天的租赁量能达到多少 大概是十多量吧 能有十多量的收入 对对对 那还挺不错的 马领是中国典型的南方渔村的缩影 这里的人们顺应着时代的发展 在此安居乐业 漫步马领会让人时时感受到 这个小渔村安逸平和的生活气息 而这片未经开发的海域 也会让到达这里的游客 有一份全新的体验 因为这片海域非常适合开展 奖板这样的水上运动 而且奖板又是目前国际上最时尚最流行 同时又是最安全的水上运动 所以说我们觉得奖板运动特别适合在 山亚这边海域开展 奖板冲浪又名直立单奖坑浪 是一项人与美国夏威夷的运动 三十岁的陈振文正是看中这项新潮运动的消费趋势 去年到马领社区开办了奖板俱乐部 这一块是奖板 奖板顾名思义就是用奖来划板 这一块就是奖板 那么我们这块奖板它是一个叫硬板 硬板 这个里面是硬的 提心的 然后外面是用提覆盖度 是为了增加它的摩擦力 那么这也不错 对 前面是板头是往前走的 后面是板尾 然后中间是板槽 就是为了把它提起来做的一个桃 这一颗是脚绳 坐在脚上的 坐在脚上 当我们掉到水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顺着脚绳 把板划到我们旁边来 对 这都是脚绳的作用 另外一个呢 板尾还有个尾鞋 尾鞋就是为了控制方向 我滑起来的时候 好控制方向 对 为了控制方向 还要保持整个板的稳定性 是它用的 经过教练的悉心讲解 我们的记者准备大头体验 他就往左走一下 一 二 走 准备下板 奖板运动作为现实 较为热门的水上项目 在世界各地可以涉足的安全水域都能看到 因为简单 容易上手 玩法多 这项新潮的运动逐渐在国内流行起来 太好玩了 这个仰法运动啊 的确难度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非常需要体力 就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体能 才能玩得很畅快 但是能在大海这么近距离地接触 真的让人非常开心 而且讲版运动呢 当你能够站起来的那一刹那 你会有那种掌控自我的那种快感 非常棒 为了让大家尽快了解讲版运动 并能引起更多的关注 陈振文在俱乐部创办初期 专门推出了一系列免费体验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推广 讲版运动已经深受游客们的喜爱 站起来一刹那你什么感受 我觉得大海原来没有那么可怕 好棒 就是原来你看那么大片海 但是你只用最简单的工具 实际也能享受这件事情 我都准备买一个回去玩了 感觉这个比较容易上手了 下次还是会享受 如今在马岭村 讲版初海这种纯小众玩法 不仅让游客们有了一种全新体验 同时也让陈振文找到了实现梦想的渠道 我们的讲版客人收费是398块钱一节 那么我们会提供专业的教练 同时我们提供讲版 以及相关的安全设备 同时我们还提供了额外的拍照打卡的增值服务 目前来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尤其是年轻人 他们特别能够接受这种水上运动的乐趣 同时我们自己又是在海边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觉 优美的环境 良好的生态 再加上富有趣味的海上体验 这一切都成为吸引游客打卡马岭的理由 而众多游客的到来 也催生了许多特色民宿的开戴 我觉得你这个民宿位置特别好 对吧 离大海这么近 对对 这边的话 我们这边当时过来这边 也就是因为它离海边的话 大概也只有个二三四米 对 很多客人的话 他住在我们这边都跟我们说 所以感觉好像是在住在海上的这种感觉 住在海上的感觉 对对对 张浦文 胡北人 因从小便受到家庭影响的他 一直喜欢服务行业 2014年 在考察了马岭的自然环境后 跟朋友依然开办起特色民宿 海上升明月 哇 你的房间是纯白色的这种基调 对对对 因为纯白色基调的话 一个是它更加能够沦路到这个南白小镇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整个白色的话 就是跟那个显得这个大海 就是更加那种 闭海蓝天 对对对 再加上你这个白色的基调 对对对 因为颜色越简单 会给人家更加宁静的那种感觉 对 那像这样一个房间 价位是多少 现在的话 其实它应该算是 山下的一个淡季 因为天气热 现在像这个是220度的海景的话 现在价位大概是在900左右 你还有什么度的 这个还有180度的 然后还有一个280度的 张浦文的经营理念 就是专业的事 要请专业的人来做 民宿风格 请专门设计师设计打造 经营中 也有专门的运营团队 从开业到现在 27间客房 每天90%以上的入住率 一天流水 能有一万多元 超出我们之前 当时的一个预期来的 因为现在我们 就是我们在这边 也能感受得到 就是说政府 就是不断地再去 去改善这个整个的 一个遗伤环境 我们这边打算就说 后期找到合适的位置的话 再去开一个 开第二家 第三家 我们现在是有这个打算 据不完全统计 现在的马岭社区 正在营业的民宿 有30多家 到今年年底 能够达到50家 大家之所以 纷纷到马岭开办民宿 不仅是看中这里的自然环境 更是看中马岭乡村旅游发展的 良好前景 而留在马岭的游客 在体验这些特色民宿的同时 还可以感受 马岭不一样的夜晚 在我印象当中 这要赶海 我们都是在四五点钟的时候 下午去赶海 为什么到您的这 咱们要晚上来赶海 因为往上的海 其实刚好正好是退了手 就是赶海的时间 是根据退潮的时间来定的 所以今天这个情况 您觉得咱们能找到什么东西 主要是那些沙汤螃蟹比较多 沙汤螃蟹 夜晚赶海 充满了探险与寻宝的神秘感 这让游客们兴奋不已 没多久 赶海队伍就有了发现 一个也是 看到吗 小洞洞 不过这个洞是更大的 螃蟹更大的 这是它的脚印 这种蟹是否好抓 对 这种蟹是大奔流 我是不敢伸手了 没事没事 你这样把它按住 哎呀 你看 贝哥果然有经验 这样拿就对他 而且他找到的还都满下了 这种方法是第一种方法 抓到旁边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我手 这种是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拿沙子把它包住 对啊 把它眼睛蒙住 它都动不了了 像我们人要把你的眼睛蒙住 你是怎么看不见了 是是是是 那样真好 这种是第二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 难度有更大 你知道第三种方法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 你看我表演一下 第三种方法 你把它两个神头按住 它也咬不到我了 他把反抗都反抗不了吗 对 因为两个神头是它的主力经 把它的两个主力经跟掉 它就没有那个抵抗力了 富有情趣的感喊 让大家仿佛回到了童年 切而不舍地寻找中 感受最为纯真的欢快 我是从五十字开始抓 出来了 哎呀 好大呀 这种盘色是很好吃的 这种灰色的 这种是灰色的 跟它是黄色 对对对 又一只又一只 对啊 参动的 您能找到大颗的 一个假洞在这里 您看这个够大 但是不知道真洞假洞 真的 这个是真洞 这个可以 这个不知道 出来了 这个是大的 这个真大 这个真大 对啊 对啊 我说 哇 到了 哇 我说 出来了一下 从洞里就出来了 对啊 我一想下去 这个是大的 对 大的 你来抓它 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 哎 哎 好 哦 家里了 没事 没事 我用土方法 嗯 我把它埋住行吗 哎 可以哦 埋住之后 这样拿 嗯 这样像我这样 从它跟老了后面拿 好 轻轻拿 还要 好 不要怕 对 这样拿就对了 我们的收获 这是大的螃蟹了 辉哥果然有经验 是吧 说抓着大的 就抓着是大的 辉哥刚才跟我们说了 他来 这个才 还是真这个大的螃蟹了 就是为了 大家开心 对 一个是他自己开心 另外呢 也是为了我们这些游客 开心 是不是 那大家今天开心吗 对啊 开心 耶 叶峰树影 碧海蓝天 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 是三亚最靓丽的一张名片 同时也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源泉 近些年 未经许可,不得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